大家好,我是孙鸿鹤 新商业大智慧,我每天都会给大家讲教材当中的视频 今天我们重点来讲一个事 是在教材当中160世纪 自然 我们大家都知道,自然是真正的商业的本质 自发性、原始性、原初性 我们未来的商业一定是自然 围绕着自然的商业模式和自然的商业的思维 我们在教材的106页,讲的都非常清晰 我们重点来解析几句话 大家记住几句话 第一话就是自然,天道商道之然也 自然无为,自然就是最真实的那个样子 商业就应该回归到自然的本质 过程当中的话,解析了很多的案例 然后总结出,现在的创业者越来越浮躁 放弃了自然的商道之思想 却专注于追求干货和营述 利益凶心,穷凶极恶 成为成功的商人 一定要注重自己的精神属性 加强自己的精神属性 研究人的本性与生命 宇宙的本质 个人的变化 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自然之道 自然是真正的法律 这句话谁说呢?弗洛里奥说的 自然是真正的商业 孙鸿鹤说的 为了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自然的八个体系 我们重点来讲第一个体系 就重点说自然是什么样的一个商业回归的现象 商业最终要回归于自然 互联网的全新的商业越发达 越互动,越协调 线上线下越融合 自媒体呢,越有力量 所以说我们的商业就越要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的力量就制使着我们每个人都要自然 我们来说说我们这几年的那个商业的营销的本质吧 特别是这20年 我们的商业太不自然了 各种的营销套路层出不穷 你比如说我03年开始卖药 一直到15年 然后呢,立志了什么大大那个自报营销 会营销,广播座台,书籍营销 包装壳炒作,电视,报纸直销,传销,加购,电构 加募连锁,电话销售,电子商务,全网营销 微商,微电商,社群化电商 以至于我们以前所有的营销模式被称为忽悠 说你是干嘛的 我是做营销策划的 你是教别人忽悠别人的 你是干嘛的 我是销售营销的 你是忽悠 所以呢,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营销变成了忽悠 欺骗,追求赢数 有了很多很多原罪的这一群人呢 这10年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呢 比如说我们卖保健品这个领域 你只要说你是干嘛的 我卖保健品的 你这不是忽悠吗 我是做保健品营销的 我是做保健品直销的 各种各样的虚假,骗术,宣传,诈骗,传销 最终呢,让这个领域,让这个产业呢,严重的缺少了信任 你现在一提卖保健品的啥感觉 你现在一提卖那个直销的 做直销的啥感觉 第一反应说,哎呀,你是不是一个骗子呢 你得解释很长时间,对吧 为什么你的产品那么好 为什么你的产品那个质量那么好 价格还便宜,人家不相信呢 这些一切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有很多很多人什么呢,不自然 我们为了赚钱,为了卖产品,牺牲了太多 而未来的全新的商业模式 一定是以自然反真状态为主的 回归,谁敢回归于自然 谁就是最牛的企业 谁敢回归于自然 谁就是最牛逼的消费者,销售者 谁敢回归于自然 谁就是最牛的创业者 怎么回归呢 我们来用两个案例 以前咱们卖产品是经过什么 品牌策划,品牌包装,广告推广 产品营销,产品的包装要高大上 宣传的话要有档次 然后外表要漂亮 然后大家都需要这个品牌 大家买的是这个品牌 但是这个品牌全是某些人的策划公司 或者说我们公司当中这些策划人 策划的我们叫做忽悠的 我们的价格虚高 我们的中招流售价格非常高 消费者买到之后就后悔 而现在呢 现在你去商场和超市 你看一看品牌太多了 那顶多是个牌子 以前我们是最注重品牌 现在呢 现在我们到超市了 你买瓶水也好 买衣服也好 大量的牌子 铺天盖地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品牌 顶多顶多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牌子了 多牛一毛一样的 商品的类别太丰富了 所以呢 这些品牌在顾客的眼中呢 也就是一个牌子 我们购买的往往凭借的是社交 你会发现啊 现在现在很多很多 你看不上 你不知道那个品牌 忽然之间在这个社群当中 就在这几个社群当中就卖得非常火 有没有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吧 所以社交化商业来了之后呢 就会让我们越来越什么 越回归于什么群体的社交 打个比方 说你在商场买个杯子 那你是看品牌呢 还是看这个杯子上有一个什么 粉红猪小妹呢 那粉红猪小妹是不是一个超级的品牌 社交IP啊 那他贵一块钱 你也买了 一个道理的啊 所以呢 就像我们董明珠啊 这个企业家说了嘛 说我们所有的企业一定什么 品牌人格化 为什么买小米雷冰的手机呢 为什么要相信董明珠呢 为什么要买华为呢 这些都有什么人格魅力在这里面啊 第二个案例是什么呢 是以前我们喜欢高大上的产品 而现在呢 现在我们喜欢浓土特土掉渣的 什么意思呢 你看看啊 我们现在的三等产品 为什么越来越受欢迎啊 土掉渣嘛 喜欢大自然 原生态 绿色产品 不需要包装 一个什么呢 一个帆布皮子啊 我们就买了 如果你包装成像广州那样的礼盒 豪华礼盒 还认为什么 这里面是假的不好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就是我们越来越追求什么呢 追求自然 纯朴的 绿色的 原生态的 就是稀缺的 神秘的 有价值的 我们的商业都在回归 而且我们的70后 80后都在进入一种怀旧 我们的90后都已经怀旧了 所以呢 在这种状态下的 我们的商业更要回归 更要回归到最原始的那种状态当中 这就是未来的商业趋势 所以呢 我们今天讲到这儿 我们就应该更加清晰到了 我们的创业者是学营销呢 还是学做人 学做人 我们的创业者是学研究人的忽悠之数呢 研究那个营述呢 还是研究社交指导的 所有才有这句话吗 叫做先租群后产品 先社交后商业 把你的人卖出去 你人背后有很多很多的产品都会被接受 你人不行 你的产品再好也不行 我买的产品不是买你企业的产品 也不是买你品牌的产品 我买的什么 买的是你这个人推荐给我的产品 我相信你这个人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教材当中的161页 自然是一种回归的商业模式 谁掌握了这种回归的商业模式 谁就同时的商道思想 谁就是最牛的创业者 每天的话呢 我都会给大家分享教材当中的视频 每天八点半 围绕着当天教材的视频 有什么不懂的 我们都会交流 好了 八点半直播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